是世界排名第二 来自印尼的阿玛德纳西尔 这两队组合呢 之前有过多达18次的交手 张南赵云雷呢是12胜6负 领先于一对手 但是呢最近的一次交手 是在去年的这个 年终总决赛当中 当时呢是阿玛德纳西尔呢 获胜了 去年的这两队组合呢 一共打过7场球 前6场都是张南赵云雷获胜了 但是年终的总决赛 是印尼强挡 他们赢得了比赛的胜利 比赛开始 这个球在判断上呢 张南出现了一点点的犹豫 前两分还是在发街 发上面的犹豫 张军指导 陈奇球指导 这是阿玛德下压过胸 在半场 太想这一拍打死了 这个球应该说纳西尔呢在往前还是抢到了高点 那快速地推了一个对角 这个球张南赵云雷呢要求了鹰眼的挑战 我们来看一看 纳西尔发球 张南准备接发球 我们现在是在发街发这个环节当中呢 还是显得速度慢了一点 没错 我们可以看到这几分呢都是印尼组合呢 他们在中前半场控制得更好 然后呢逼迫张南赵云雷率先起球 一进到开局的时候 印尼组合更投入一些 现在我觉得张南和赵云雷还是有压力 然后现在的感觉是还没放开 对 所以有一点出球还是有点犹豫 这类球 可以给自己提提气 这球快速地一个分球分对角 张南的速度一定要快 对 还是要把中前半场抢住 所以它是终于5-2 前向上 还是过不了发接发 很明显 战兰和赵雷是想抢住中前半场 可是拉西尔今天的整个准备特别注意 所以整个出手了 赵雷和战兰相对有点被动 所以可以先起球 先把球打到中后半场 再找中前半场的机会 现在不要一味地去抢中前半场 东央电视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由中央电视台 我们来取评到 赵雷的发球上面还是 比较高了 现在就是想的顾虑会多了一点 我觉得可以简单一点 自信一点 简单 这球张南赵雷雷再次要求挑战 张南赵雷雷 这一局也就剩下这一次挑战机会 一次机会 对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挑战的结果 张南赵雷雷呢 他们一个是湖北人 一个是北京人 他们是从2010年的全英赛上 开始搭档的 当年他们全英赛是从资格赛打起 结果一路过关斩将 拿到了最后的冠军 那么这队组合也就被固定下来了 在2012年的轮座奥运会上 张南赵雷雷呢是拿到了 羽毛球混合双打项目的金牌 而且当时呢 赵雷雷呢是双冠 但是一定前提就是速度 要起来 现在对手是出球很干脆 以快为主 比对手稍微要慢一点 对 我觉得他们还是要 就是 对自我的调动 要更加的积极一些 其实也是昨天张南是最后一场 南双打得非常的激烈 我觉得在精力上面 还是消耗颇大 没错 那昨天他和傅海峰 打了这个南双的半决赛 是中国的一场内战 虽然是内战 但是那场球确实是大 打得非常精彩 非常激烈 非常好看 这个对阵中队的刘宇晨和李军慧 然后今天又排到了第一场 第一场 对 弦断了 这球阿玛德的弦断了 对 所以赶紧跑到场外去换一把拍子 这球扔下拍子以后从包里又抽出另外一把 回来还勾了一下 女士文先生们 在您观看比赛时 请观看闪光的拍照 感谢您的合作 祝您观赛一块 谢谢 谢谢 张楠准备发球 一定要有联光 分对角 好 现在很明显是下压了两排之后 整个人的整个反应会迟缓一些 这个球我们看大西尔反排分对角 确实很精彩 防得非常好 就是我觉得张楠这个整个的体能上啊 还是很明显有点 还是有点吃亏 还是有点吃亏 尖相就是非常累 而且对手不是泛泛之辈 对手整个出球的整个节奏和点 现在都是快过我们 11比5 这样的话印尼强挡领先进入到第一局的局修 D että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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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请 4-5 这个接发球张南还是不错的 对方的发球有点高 张南的接发形成了一个推扑 7 看台上可能还是有闪关灯 有闪关灯 对 软压一排 高了一点 现在可以看到确实我们在那个中前半场的速度 抢不过 对 不及对手 其实是慢 不是说我们抢不过 是整个速度还没带动起来 所以在厂山显然会被动 对 中前半场我们老是拿不到高点 对于张南和张南的组合是更多的需要连贯 嗯 好 好 好 感觉这 灯步没得上来 刚才张南的这个旧球 看就这一下 所以这个挑球呢就挑的不够到位 对 因为这个球还是很背的 嗯 分对角 好 抢了一下 这球其实应该是赵云雷的球 对 赵云雷是正手 加油 这球赵云雷想接 嗯 然后张南觉得了他接不到 还是帮他补救了一下 啊 啊 对 这张南少年还是要加油 加油 加油 叫一叫 带动一下产上的一个兴奋 嗯 现在是整个脚感觉还没跑起来 对 主动性积极性 嗯 这个还需要进一步的去调动一下 对 对 好 好 好 前纳西尔德往前啊 触脸 好 确实质量很高 嗯 15 7 跳起来杀中路 两个人的结合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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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第一局的比赛呢 感觉我们的张南少年雷呢 不及对手兴奋 对 速度慢 嗯 然后就没有主动进攻的机会 中路的进攻 转入反击 这球纳西尔要求太高了 这球上来以后 我们看纳西尔呢 要求这个放网呢 放得更加贴嘛 这球上来也是加快了速度 嗯 抢住往前 嗯 你在想办法 嗯 他这个球 纳西尔这个球有点犹豫啊 到底是放还是推这一拍 还是想保持主动 嗯 哦 跑了一个发球 违离 嗯 千万不要送一下 嗯 累 好球 好球 现在就能多顶一拍啊 就多顶一拍 尽可能把自己的精神状态带回来 尽可能把自己的精神状态带回来 感受感上不是太好 第一局 我觉得人也不够兴奋啊 嗯 稍显疲惫 对于判断就会有一些迟缓 对 好球 嗯 这个球 我们看到就是 阿玛德再想分对角的时候 赵云来已经有所准备了 跟得很快 没错 嗯 这个分球呢 弧度不够 好 10比17 好球发得不错 好 这球发得很好啊 一定要先把8球 8切发这块做好 嗯 我们再看一下 球一过网球头就朝下了 质量非常高 嗯 稳住 加油 延续2分的发球直接得分 嗯 这个对于张楠和赵云来 应该说实际上是一种提振啊 prag 排 柄 再挑衅起来 你的?! 好球啊 对于张楠来说 没有太强的进攻 他一定不能失去连贯的速度 张楠确实是 因为他杀球 其实在男球员当中 他的杀球不是靠力量和速度取胜 他是靠控制 靠杀点 然后靠他的连贯 所以他的杀球力量不重 而对方的女球员 纳希尔确实能力也很强 杀完了以后直接分对角 接下来张楠会比较 所以他等于说张楠不能停 一点都不能停 始终都要衔接和连贯 但是这个就要求你的体能上 你得有足够的保证 但是昨天我觉得那场男双的比赛 对他有一定的消耗 可惜了 犹豫啊下也是犹豫啊下 因为混双呢 我们说有时候就是看女球员的能力 打的也是 比的也是女球员的这种能力 就是你的防守能力 中前半场足球的能力 对 而且呢顶对方的重把 特别是男球员的这种重杀的能力 这时候装营男人前半场还是很快 女士的宿舍们 在您观看的赛时 请关闭出手的舞台照 这个控制能力是非常强的 摆脱能力 所以这对张蓝和赵云雷的整个速度 要求得更高 对你的连贯速度 要求的是非常高 每一拍不能停 好球 通过发球 连续得2分 我们现在通过发球的时间差的一个变化 还有一个落点的变化 在得分 考虑的细节比较丰富 拖一个后场 对手预判倒 他马德一步蹬跳 起来以后 在头顶区点了一个对角 局点 这球赵云雷很积极 现在这个状态是提升了很多 没错 也希望通过这局了 无论是输赢 能带动第二局的状态 还是要加油 加油 加油 前一排好的 连接 他就这一排动作变对角 不烂 张蓝和张远雷形成直线 对 动作特别小 对 这样21比16 印尼的强挡 阿玛德纳希尔率先拿赛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 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会儿来看双方第二局的比赛 感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 感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球打大线手里 这都不是一般的爆发体 对 这球我们看到他这种小臂手腕的这一项平抽过来 球速非常快 而且直奔赵云磊的面门 所以我们说了混双里面女球员的能力 这就至关重要 你前半场的这个拿球 然后呢 后半场的防守 蕾 中队反击 第一分 防守 首先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反手反击的阶段 就是一定在对手下压进攻的同时 因为连贯比较快 先把球分出去 然后结合对角的变化 再打反击 就容易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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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赵云磊还是判断得非常清楚 而且他移动得很快 对 快速的移动 这球对张南呢形成了一个很好的保护 就这局一定是要靠赵云磊来带动场上的节奏变化 偷一个后场 发球要发好 太高了 还是你可以看到 但是他们去和裁判提醒说发球有违力 所以造成了张南的一个心理暗示 对 有点变化 自己也想了很多 这都是经验 这分对角 速度很快 速度很快 很快 对 他的动作很小 这分对角也是为了造成赵云磊在往前没办法连续地做球 这球 回球回高 也是个被动球 所以张南想把这个球挑得更加靠近底线一些 对 但这个球出界了 接近 慢点来 还是要盯好发接发 马德失误了 反派想切一个短的 8 5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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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不能让对手的气势上来 估计还是个5号位 这段时间的得分都是靠赵云磊 其实这段时间赵云磊在中前半场很积极 出球坚决果断 保护得非常地到位 保护得非常地到位 而且这段时间他确实发球质量很好 好球 漂亮 非常地快 好 往前呢 往前呢 在正手啊 抢到了这个高点 一个放网 十一比五 这样的话呢 中国队领先 进入到了第二局的局间休息 快点 往前浪远 四字 上 二季 2時間 11.05 赵安雷一定要注意的给中球 因为在先前的球赵安雷给球给的特别冲 所以造成了对方他没办法很好地去控球 所以还是要给中的球 追身球结合挡网 给到对手的手上 612 其实我觉得这段时间呢 其实是赵云雷在前半场他的威胁非常大 通过他的发球然后前半场的抢网控网 给对方制造了很大的压力 但是呢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呢 就这段时间阿玛德纳希尔呢 打的其实我觉得也不是很聪明 就是你没必要这个时候 一定要跟往前的赵云雷相纠缠 对吧 其实你可以早一点起球出来 赵南很能顶啊 这一分 还是想抢往前 而且随着比分的落后 自己的整个状态又有一点不集中 其实这个球中队是个被动球 但张南很能点 好 发提高了 7.40 这个男双 放出机会 这就回得比较平 转连因为已经移动得很边了 没想到这条线路是直接边线过来的 对 直线没看住 所以张楠我觉得两个项目打下来 都打得很深 所以体能上他消耗是比较大 对 动作太大 15.8 张楠也笑了 没想到这球出界出这么多 动作很大 这球不知道切到哪去了 再来一排 第二局可以说是 那些啊 他们自己乱 现在显景没紧起来 好球啊 好球啊 赵英雷在往前的这个连贯 速度非常快 勾对角 好球啊 再往前总是能抢到高点 再往前总是能抢到高点 9.17 虽然自己还顶得也不错 这些人对手啊 已经把所有的精力准备好了 去打决胜局 所以通过这几分 我们也要调整自己的体能 准备接下来的决胜局 9.9 19比9 双方呢 各打了一局的好球 嗯 第一局呢 确实是张单赵仁梅呢 进入状态呢 比较慢 而对方呢 就是这个 纳希尔在往前啊 第一局非常的 积极果断 所以第一局我们在中前半场 还是吃亏了 21比9 这样的话呢 中国队的赵云磊和张南 搬回了一局 这一局呢 我们可以看到赵云磊的发挥 确实是非常出色 带动呢 产生整个状态和积极性 没错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会呢 来看双方决胜局的比赛 决胜局 加油 只要整个速度冷起来 就有机会 赵云磊 赵云磊抢得非常快 赵云磊呢 刚才呢 在这个局间休息的时候呢 我们也听到了他和张南的对话 他也是跟张南在沟通和交流 就是要求呢 他再往前一点 对 然后呢张南呢 也跟着往前提一点 主要是张南来往前压 然后张南跟进要快 对 前提还是要速度 强调的 走出了底线 稍微稍微 1 0 1 2 1 2 2 2 3 3 3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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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4 5 5 5 6 7 5 6 6 8 8 8 9 8 9 8 9 9 8 9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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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分对角试图摆脱的时候呢 这个球出界了 这个 这个不得而抽一个后场 也可以说 输可以 最重要的还是要看一遍 继续的进攻 保持主动 这球 要求的太高了 远远远远 最招的现在是 太前满球做得很好 两个人都会 对手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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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状态 决定局开枪以后 这个双方还是在中前半局 变得四个位置 只要是八之八 这个环球的状态 第2拍 第3拍 第4拍 第4拍 第一是我们便宽 这种球 这种球 他上完直线以后 张忍应该马上 果断地拿头顶去 预判到 打球一定不能犹豫 这个接打球拍子早早地就震出来了 然后放在这儿 然后快速勾住 这个球很明显地就是连贯的快 对方分对角试图摆锅的时候呢 这个球出界了 对方放了一个东南之后 就在转移双手 四达直级 滑板上掉一个直线 这也是可能的远方 现在有一个推 他从里面去抓推移极直线 抓推的力度很强 就是两个阶段 对手一阶段 并打下了第一阶段 第二球啊 实时 这个进口 保持主动 球对楼下对盖的环节当中 肩内 这个肩的形成 长沙 稳定 很重要 然后对于对方的一拍回车 中队判断就不见了 他又不想失误 也有可能是出现 想要一个假动作啊 骗过林丹 带球队放了 你怎么失误了 想法多 也是可能看到林丹已经上来了 放手 刮开 变来一条线 打球一定不能有 对 今年的压景赛呢 是在武汉部团队 主打汉区中心俱队馆过程 而且这个球队 软和非常快 反复 这个球 刮完直线以后 就要应该马上 果断的拿球 也是因为啊 因为对他本来架拍 他就很 好活 手腕的整 很难谈多 他现在不再放了 也很多 这个球速度比较强 这也是挡的一个圆网 然后对方一起挂推 这一种发挥中 是挂推的人 抓到了云南的这一台球 就两个人突击 然后变是非常传重的 对方放一个关网 终于转入防守 多拍的形成会 所以千万不要急于去反击 尼雪瑞在战胜伤口线之后 就一直打到了这个被动 这个是很大 然后球的比较强 现在阻力的手军 没有太好办法 因为今天的球啊 很明显偏慢 出球不重 所以我们在对抗的环节当中呢 多拍的形成 稳定很重要 然后注意对方的一台回抽 所以加拍要快 加拍不错 防守 刮拍变了一条线 刮拍变了一条线 刮拍 今天一场比赛 正在暗示了一个习惯球骨 这个看中心鱼馆的好球 馆的非常大 这球我们看李宗伟也说 这个球也是因为 印尼对他本来架拍他就好 李宗伟要求后腕也得起 连贯的手腕的整个 变化很多 也很多 7比5 这馆一大呢 这个球速度就会逼着 回放 前两天洪伟也提到 杀不动 对于这个点费 所以李宗伟越是球慢了 越要靠起来救 只要我们能行程多拍 多拍的行程会多 对 对手始终都在犯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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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分对角 不分对角 因为一旦分对角 这方有可能形成轮转 让阿玛德到后排去杀球 这个是中国队不愿意看见的 所以一旦纳希尔杀球的时候呢 我们基本上就给他直线 让他继续留在后场 8比5 现在张楠赵云磊领先3分 张楠准备发球 这段时间呢 印尼组合的失误非常多 只要我们把球救过去就可以 然后赵云磊注意的就是 往前的发接发这一块 尽可能呢 去拿主动 然后张楠在后面 能顶过去一排 就多顶过去 这段时间呢 对方打得有点着急 没有很 打不死我们现在是 不容易被打死 所以说才造成对手了 他自己着急 6 9 决胜局一直想得分想赢 这很正常 这球发的有点高 保持主动 球出了边线 可惜 9 好球 好球 这个反拍顶持线 线只要顶住对方的一点拍进攻 我们得分率就高 嗯 可以吗 好球 那是 好球 这位雷就是出球错 顶过去一排 下一排连贯 对手自然就会晚接晚打 这样的话是11比7 张南赵云磊 在决胜局呢 是领先 双方进入决胜局的局修 交换场地 下方进入决胜局的局修 下方进入决胜局的局修 下方进入决胜局 三局一直看到赵云磊 下方进入决胜局的局修 下方进入决胜局的局修 所以连贯 其余的交给赵云雷 赵云雷揭发球这个站位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他第二局结束之后 他就这么说 他说我要往前更压一些 出了一点 但是对于赵云雷的要求就更高 需要他没有失误的同时还要有做球 别着急 这几分丢得太快 稍微稳一稳 对手现在也在想办法踢速 结败了 这段时间呢我们看到阿玛德的失误确实是很多 都是失误 没办法碰球 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 无论是后场还是中前半场 阿玛德的失误都是比较多 战球打到现在越来越像张云雷和纳西尔 两个女人的战斗 好球啊 没有失误才能得分 这个球我们看到赵云雷在往前 专注度很高 往前一赢 这个球弹完以后 这个球专注度不高 就拿不到了 没错 加油 张南也失误了 要求太高 4 3 4 3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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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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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挑起来 就不管上一分赢了还是输了 不管上一分打得怎么样 下一分又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这要求运动员你在场上 你的整个的情绪心态 都要马上的进行调整 中国队保持三分的领先 打好发接发 但是这球抢得有点勉强 因为是个被动球 这球也不想轻易的起球 点比较低了 而且对方纳希尔是等在了球往前面 在后场的整个进攻能力也是不错的 前后场一个人包办了 对 一个人做了所有的事情 因为这场球里面 两位女选手都比男同伴的岁数大 所以女孩子还是要多指导 再发展出来了 这场球里面 再发展出来了 日本典型的病毒 比賽繼續 16比13 出队的失误 打得有点犹豫 可能判断这个球出界与否的时候 真的不错 对角线 当场上间歇之后 双方都是有些经历的下降 这球我们看刚好 对方是一个上手 快速的平抽一个对角 这个分对角 这个球速就很快 局势还是我们三局主动 还是想把球给得更到位一些 碰球就接了 他已经知道不能发力了 可是还是想把这个球播得更边一些 要求太高 没顶住 赵雷这个球站得太前了一点 想通过他的杀球了 打反击抽直线 对 这球他还是想借力 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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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球 好球 杀到诺连打得好 对 吃饭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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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太強了 這球打得太清楚了 看 趙雲雷 在場上頭腦非常的清楚 前後場都處理得非常好 只有攻還有防 還有中前半場 防守當中還有反擊 分球 這樣的選手太難找了 全面 冠軍點 猶豫而下 袁章男會接 70 20 加油 加油 跳起來 趙雲起來是1比17 出球特別果斷 這樣的話呢 中隊的張南和趙雲雷 在先丟一局的情況之下 最終呢是連班兩局 16比21 21比9 21比17 戰勝了印尼隊的強黨 阿瑪德納希爾 獲得了2016年 亞洲羽毛球錦標賽 混合雙打項目的冠軍 我們向張南趙雲雷表示祝賀 這場球呢 確實是趙雲雷的發揮 非常的出色 在這裡 恭喜趙雲雷和趙雲 因為在接下來的 再過幾個月 就要到奧運會了 我們也希望張南趙雲雷呢 能夠繼續保持